我今天早上說過一句話 我現在來講 你們相不相信 大府的生或死 就是台灣社會的生或死 你們相不相信 大府這事物最後的命運 就是你我共同的命運 對 大府人面對的所有問題 絕對會是台灣社會 你我未來無可回避的問題 對 各位朋友 請你們記住 這是一齣戲 劇本固定 在全台灣各處不斷的上演 甚至在大府這個地方 不斷的上演 三年來從來沒有停止過 各位 越演越聚越烈 而且越悲哀 我要告訴台灣社會 不要忘了 千萬不要忘了 你我都是劇中人 沒有人能夠回避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 大普人的命運 就是你我共同的命運 對 大普的這個事件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騙局 各位朋友 台灣社會到處都是騙局 這個政府到處給我們騙局 不是吧 對 這個案子一開始 苗栗縣政府提出來的計畫案 就是騙人 苗栗縣的都市計畫 早就已經功過於求了 完全不需要這個都市計畫案 可是苗栗縣政府 用新竹科學園區 竹南基地保和為理由 開發這個都市計畫案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計畫案裡頭 設置的產業專區 只有28公頃 如果竹南基地保和需要的基地 是28公頃嗎 我告訴各位 他就是一場騙局 對 而且更離土的是 當初提出 意願要進場的群創產業 群創混電 在2010年 就已經表明 他不需要土地了 這個騙局 從2010年騙到現在 現在 連我們的副總統 連我們的行政院長 都加入了這場騙局 喔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坐在這裡 就是要逼天之主廚來 要跑 行政院院長江一華先生 2010年這個承諾 這個延商結論 當時他全程在場 而且我告訴各位 那樣的結論 絕對是內政部已經事先做過評估 沒有問題 確實可行 對 對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這不僅是無敦義的承諾 這更是江一華的承諾 對不對 對 各位 我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坐在這裡 請江一華站出來 站出來告訴我們 他是不是騙子好不好 好 好 各位朋友 我告訴各位 大譜 讓我們看到 你我 所有的人 在場所有的人 都不是台灣這塊土地的軍隊 台灣這個國家 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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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你我過 他從來都只屬於 少數的權利者 對 屬於劉正宏的 劉正宏的 屬於江一華的 跟馬英九的 馬英九下台了 不對 那我呢 那我呢 各位 這些當權者 從來沒有把我們當作主人 你我從來不會是主人 對 那他把我們當作什麼呢 各位 他把我們當作整個國家的奴隸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可以從 這一群人的身上 拿走他們的所有 明天他就可以從你我身上拿走一件 不是嗎 各位 這些當權者 現在從你我手中拿走的 不僅是環境 不僅是土地 不僅是這一些人的家園 更是 這一些人 他們的生命 以及台灣社會 辛苦所建立起來的 基本人權的信仰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早上 張耀琪的張先生 告訴我們 我們來這裡爭一口氣 的確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為他們爭一口氣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來到這裡不只為他們爭一口氣 所以我們要把屬於我們的要回來 好不好 好 請記得 都要回來 我們是主人 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